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跟它的实用度 因为这是属于骨布 它的棉质是属于比较厚实的 也就是有点类似棉毛混法 它就是这种比较特别的材质 所以轻很蛮喜欢这一组布料的 那这一组布料在使用的时候 轻就发现说 它拿来做尾兜兜很好 而且因为这种布料 它的厚实度是够的 所以它不用再贴衬 因为贴衬有时候整个作品就像硬蹦蹦的 就觉得好难过 那在使用上就会觉得不太油 那今天轻就会特别选用这种 这样子厚 比较厚实的布料 然后来搭配这种棉质布料 然后棉质布料 因为这种布料是薄型的 所以我就使用了三层 使用了三层的方式来制作这个作品 那它快很准 所以它的版型先前轻在其他影片里面已经有分享过了 就是这个很简单的一个方形的版型 那我们今天就来制作它 也让各位知道说其实这种布料它在制作上很方便 因为它这种是属于古布的一个布料 它的特色是就是说它本身的布料的厚度是比较厚的 偏厚的 然后呢如果说这种偏厚的布料 你如果拿来做一些作品的时候 其实它挺度有时候是不需要贴秤 就像现在我要使用这个 因为这种维兜兜的特色就是 使用完就是要清洗 晒能够用这样子的布料在清洗的时候 它会比较方便 因为它快干 作品布料的作品挺度也够 所以你就不用再贴秤 整体上来讲的话 它是很舒服的一款布料 今天用这样子的布料来制作 一个维兜兜 要跟各位分享的那个作品 它所用到的材料的量 就是第一个古布一块 一版型的这个作品 古布一块 然后再来就是三层的棉布 薄的棉布 然后再来我要四合扣 四合扣要1.5套 也就是算三个 三个里面呢就比较特别 因为我希望我们在制作扣纸的时候 它是有一个是单扣 这是单一的 一个是两个相同的 这样子你就可以做一个 移动的位置的那个效果 就是要三个适合扣 三个 然后呢 一个是 比如说我现在选择一个母扣 两个公扣 你也可以一个公扣 两个母扣 这个我觉得倒还好 随各位 好 那我们第一件事情 版型在这里 青呢有投工了 我就先把这版型放上来 好 然后就沿着 外围画上一圈 好 那我们画上一圈之后呢 青其实不太建议直接修剪 因为有时候你在修剪后 它的比例是会移动的 所以我们比较轻 比较建议就是说 平铺 然后车缝一圈 那车缝我们的反口 可以留在这个位置 或者是侧边的位置 那我们现在 把反口留在这个位置 反口留在这个位置 这个地方不车缝 好 那我们来车缝它 我们来车缝 好,做縫完成以後呢 我們使用鋸齒剪 那為什麼要使用鋸齒剪 因為我們如果透過鋸齒剪的話 其實我們就不用再去剪牙孔 當然比較特別的那些彎角弧度 我們都是還是要用那個 剪刀再修剪一下牙孔 不然的話實際上這些 好,我這個地方剪到這裡先跳過 因為這邊的縫很小 好,我們等一下再回頭來剪它 再來這個小剪的地方 把它這裡剪進去 好,我們這個小修剪 小修剪完這個地方修剪完 好,一樣可以用鋸齒剪來剪 修剪完這些位置之後 我們由反口,我們剛才留下來這個反口的地方 將作品翻到正面 大家可以看得到青剛才的那個手勢喔 這種長條的 就是把手伸進去 手指頭伸進去 伸進去以後到了頂點 好,這個地方反折 然後就扣著喔 我們的食指跟大拇指跟裡頭的食指就扣著 不要放开 我们一定要把那个尖端推出来 好 我已经扣在这里 大拇指扣在这里 好 那我就把它推出来 这种翻面的方式呢 其实是有一点小帮助的 因为我们把最里头 最难翻的那个位置 已经把它扣住了 所以实际上我们再翻 就会比较轻松 然后翻完之后呢 就是用我们的小工具 能够协助它把弧度调出来 好 那所有的弧度都要调出来 它才会漂亮 好 完成之后呢 我们就使用电韵斗 稍微把它熨汤一下 这样我们等一下 在做压缝的时候 它会比较完整 反口这个地方 要把它带进去 然后把它拉好 把反口的那些缝分啊 就把它放进去 然后一样使用电韵斗 把它烫匀 使用完电韵斗烫匀之后 我们就把它的外围 压缝一圈 那压缝的时候呢 这个反口的部分 就是把它调整好 直接压缝 就是把它调整好 直接压缝 那我们压缝完成之后 我们再丁适合扣了哦 就是三个 然后呢 第一个就是说 这是单层的部分 所以单层的部分呢 我们需要用到的是 我们刚才选择里面 单个的那一个 我选择的是母扣 所以就是单个是母扣 那我等一下另外打的那两组 就会是公扣 因为它这是要做一个 调整式的一个 扣缓 扣缓 调整式的 因为有时候 孩子的 薄微大小 每个孩子的薄微大小 都不一样 那有时候 你要制作 要送给人家的时候 如果你的薄微 不太对的 就是太紧或太松 对使用者来讲 都不方便 所以会变成是说 您所准备的 所赠送的东西 就不能达到 它的边际效用 所以亲就会 比较建议说 这个 有做一个 伸缩的效果的时候 对使用者来说 才能让你的美意 达到那一个 效果 所以就请各位 稍微注意一下 公扣母扣的问题 这个地方很重要 那我们这样子 作品就完成了 这是第一套的扣位 然后呢 你打开之后 你再把它放到第二个 这是第二套的扣位 那不管你是在第一套 还是第二套的扣位 其实对孩子来讲 都是很好用的一个作品 那因为这一组布料 总共有三款 所以我觉得它都很好看 不管说 你是要送给男生 男宝宝或女宝宝 我觉得都很好用 各位可以透过镜头 就可以看得到 其实这样子的搭配法 都很好用 当然啊 我们有时候 当妈妈的 都会有一点小心思 就是我比较喜欢蓝色 比较喜欢粉红 或者比较喜欢红色 每个人都有不一样的地方 可是我觉得说 为孩子制作这样子的东西 其实是还蛮实用的 不管是说 孩子在学习进食 或者是 在他还未能进食 可是我们要喂食 他做副食品的一个使用的时候 这种维多多真的很方便用 但是还是要跟各位建议说 用完就去清洗 因为我觉得孩子的身体健康很重要 不需要说 为了怕维多多弄脏 然后就不让孩子进食 不让孩子自己动手 或者是说 在喂食的过程中弄脏了 你会觉得舍不得 不要舍不得 宁可多做几个来让孩子使用 才是最好的办法 这就是守住人 能够自己骄傲的地方 因为至少我们可以自己完成它 好 那请今天跟各位分享的作品 就到此结束 欢迎对新频道有兴趣的朋友 别忘了按赞订阅加分享 更重要的是 记得回来一起玩守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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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